哈囉 大家好 我是Erika 大家好 我是大爾 我們剛剛呢 很順便的去逛了一下全家 很順便嗎 真的很順便耶 因為我們要強調我們真的是 無意中看到的 這絕對不是眼配 但我對他真的非常有興趣 全家新出的這個是 五星級師傅 五星級飯店甜點 創意總監聯名的甜點 因為我在沒有拍影片的情況下 都不太能吃東西 這是提拉米豬卷蛋糕 白桃蛋糕杯 卷腸巧克力蛋糕 我覺得應該要先從白桃蛋糕杯 我覺得這個最後 我覺得應該是口味最清爽 不過他這個聯名甜點啊 好像是有實現的 真的假的 那我們要怎麼吃呢 我們要怎麼 哈囉 我們去拿湯匙 他竟然是沒有附湯匙的一個碗葉 好 我來試試看 這個是不是要煮黃應該醋下去 這樣每一層都吃到 對 上面的鮮奶油還蠻多的 它鮮奶油是好吃的鮮奶油耶 我剛剛看到這個鮮奶油起 我有點害怕耶 因為它每一層就是又扎實又熟 我剛剛有沒有想像的 它應該就很熟吧 軟蛋糕店的 人家又扎實又熟 我聽太突然的意思是什麼 扎實的啦 以這種鮮奶油來講 它的鮮奶油有某一間 知名蛋糕店的鮮奶油的味道 有紅葉嗎 對 剛入口的時候就很明顯 因為鮮奶油好吃不好吃 非常嚴重的 對一個蛋糕的影響 這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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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49耶 好像貴了一點點 如果在深夜 突然很想吃高級甜點的話 就是全家是更好選擇 提拉米蘇吧 這個49我就覺得好一點比較大 基於偷吃 它這個就有胡叉子耶 我們要沾到它那個中間很像 它們兩個都是屬於 一入口你就知道它什麼味道的東西 咖啡味很重 都滿紮實的 這個好好吃喔 它蛋糕多了一個焦糖的香味 比較有一種那個餅乾 紅色包裝小小的 它好像肉桂 它有一點這種感覺 這個我好喜歡 它不會太甜 那你要泡 這個提拉米蘇絕蛋糕我會二刷 雪腸巧克力蛋糕 欸這比較貴的59 可是其實我真的覺得 全家的甜點類偏強 我之前就很愛買 長得像銅鑼燒那個 它的名字叫做什麼 黑糖鬆餅 放在冷藏嗎 它放在沒有冷藏的地方 跟麵包放在一起 這就是雪腸巧克力蛋糕 它看起來很紮實 它就是生巧克力的味道 很濃很濃的巧克力味 巧克力控一定會很愛 這次全家出的這新款的五星級蛋糕 三個的風格都差很多 先奶油水果控 然後一個是咖啡控 這個我覺得 味道還蠻高級的耶 可是我覺得它這家裡 應該要有點驚喜 可是我覺得 你如果去那種高級餐廳 下午餐店 這種蛋糕絕對不是五種好 差不多的蛋糕 頂多大一點 我覺得它領活吧 CP值最高 我覺得是這個耶 裡面那個巧克力醬的味道 是高級 它不是那種很死甜 它是帶一點毒味 我是願意花錢 在甜點上面的原因 如果是甜點控 應該就很願意 而且CP值應該就是非常高的 但我覺得最甜點還好 你可能會覺得 在便利商店買的甜點 你就會覺得 欸怎麼這麼貴 不然你去下次啊 看什麼聚會 你就拿了一個出來 然後把它放在盤子裡 你就給朋友 老朋友說 好好吃喔 哪裡買的啊 全家 就嚇歪耶 但我最喜歡的其他還是這個 你最喜歡這個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蛋糕的甜味道 我喜歡其他甜味 喜歡的話大家可以試試看 這個蛋糕杯是才剛出的 真的很幸運耶 順便買就三個都買到了 不久之後應該會出第二款 不一樣口味的 會換喔 我已經先排過文 不想再想吃 真的 你剛剛不是順便嗎 對 我就計畫性的把你過去 我會想說我們剛剛繞得好遠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頻道 然後分享我們的影片 在下面留言 在下面留言 掰掰 掰掰 掰掰